机械的跨界碰撞 暴走精灵 Rampage Out 在台北图上 四种花色的暴走精灵 将作为最强王牌 与其并肩作战 挺酷的 还挺酷的 老乡 是你东北老乡啊 对 沈阳的 对 沈阳的 跟我说了 小新 我要是你 我现在就一会儿 走到他场地下面去 帮他把那个机器拿下来 我给你擦一擦 是吗 帮他加油助威 给人一点鼓励 老乡啊 给你老乡加加油 老乡不看我 老乡 接下来我们请到第二位 不吃蚊虫 只咬钢铁的 小跳蛙 Angry Frog 全球首台万象轮 横断机器人 360度旋转 灵活自由 一旦你碰到他的舌头 立刻撞飞 红风准备 Red Team Ready 蓝风准备 Blue Team Ready 比赛准备 比赛准备 顺利 四 三 三 二 一 一 三 全球机器人争霸 这场是小跳蛙 以及暴走精灵之间的较量 哎 小跳又是我们中国人 就面对美国的较量 哎 这个弹射 暴走就打得很漂亮 两连弹射 全部命中 比赛格厉害啊 很厉害啊 那前面两下打到之后 但是小跳蛙啊 这边面对弹射机器人 因为救护鞋回来 就啪啪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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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这一个暴击直接是把后轮给歇掉了 我的天啊 暴走精灵现在就一句话 我鞋呢 我的鞋去哪儿呢 但好像光智晓也能走路 这个不是这么灵魂 但是光智晓鞋穿鞋的 再上前 哇 不过这下结果好像把自己的右前轮也撬掉了 我觉得这不是鞋没了 这是连腿都没了 现在暴走精灵比较尴尬 已经丧失了行动力 又是一体暴击 大家要弄一个龙子 我的天哪 终于整个机体已经是贴在了地面上 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 再多秒了 我觉得应该准备出场了 6 5 4 3 2 1 KO 恭喜小条巴赢得这一场淘汰赛 好工作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必须说 我认为美国有最好的机器 我认为美国有很多很强的机器 而且有很多中国机器 而且他们新的 一看人就是经验丰富 深情百战 对 你看他所有的操控的时候 他的武器永远是对着这种的 就是 这次的对战经验太多了 所以厉害 棒 他专门找了他最薄弱的每一个环节 就把轮胎全部拆光 对 轮子还是得装起来 好来我们来为小跳蛙推动你们的机械臂 我觉得我还是给一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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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